我們的辯論比賽即將開始 麻煩在座的觀眾 把你的電話或會發出音響的電子設備 麻煩把他們調整音 還有保持安靜 歡迎各位來第38屆兩大政治科學辯論比賽 我是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的代表師兒周智山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會的代表師兒吳郭勝 在這次的辯論比賽開始前 讓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兩大政變的歷史 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在1975年開始合辦兩大政變 目的是希望透過辯論 增加同學對政治科學的了解 同時引發他們多角度的思考 第一屆的兩大政變是在香港大學舉行 而之後的比賽 就梅花間足在輪流兩間大學舉行 起初兩大政變的賽事 分為英語及粵語兩部分 直至到2000年 即是第25屆的賽事 就專注在粵語的範疇 時次辯論比賽的籌委會成員 分別由兩間大學的代表組成 當中包括來自香港大學的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 港大正正於1973年成立 作為香港大學 在政治及公共行政方面最大規模的學術組織 港大正正一直致力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 例如論壇和座談會 來對不同的公共政策和議題作出深入的討論 另外學會的顧問團混集來自政治、公共行政和教育界的精英 通過和他們的交流 以增進同學對政治的了解 而籌委會的另一個代表 就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 正正系系會成立於1976年 一直致力於團結系內的同學 培養學生的歸屬感 並且促進同學與校方之間的溝通 系會每年都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以增加同學對時政的興趣 另外正正系系會也都會和其他院校的相關院系同學 互相交流 努力提高外界對政治科學的認識和興趣 在推廣時事方面 兩個學會都可以說是一路都站在最前線 當然今晚的比賽都不例外 在比賽開始之前 不如讓我們先介紹一下今晚參與的評判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公民黨主席余若美女士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 黃英琦泰平紳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何偉智博士 非常感謝這麼多的評判 在白毛之中抽空出席 為這麼多的參賽者提供保護人意見 接下來有請香港中文大學代表 第38屆兩大政治科學辯論比賽 籌委會主席司徒正同學與我們支持 余若美女士 你們請坐在這裡 郁溫若美女士 黃英琦泰平紳士 何偉智博士 各位来宾 双方辩论队 大家好 很高兴我在这里见到今晚这么多位 以及双方辩论队一起来到这里 来临两大政变 为我们每一年这个传统的比赛 都能够添加了一些火花 添加了一些竞争性 今天我会和大家在这里讲 可能何谓政变或者政治或者辩论 因为我相信你们每一个心目中 对于这两个字都会有深刻的体验 或者是自己得一个定义 这个比赛筹备了历史半年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比赛 因为这个比赛我们在变题和主题方面 在政治科学的层面上都尤其认真 所以这场政治科学比赛才能够在这里 举行已经是第38届了 那我想废话都不多说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今晚的比赛 多谢各位 多谢司徒正同学 现在有请香港大学代表 第38届两大政治科学辩论比赛 筹委会副主席 邓医庭同学支持 余女士 黄泰平新史 何博士 辩论队的同学 座座各位 大家好 我是今年度筹委会副主席 亦都是来自香港大学政治科 公共行政学会的邓医庭 今天站在这里 我感觉很特别 有点想起以前中学时代打辩论比赛 决赛的那种试咪环节的感觉 但是今天作为筹委会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身份 在比赛之前就不再想 究竟待会要说什么 或者别人对方会有什么论点 今天反而有很多细节上的事情 都挺担心的 例如座位安排 或者在咪环节各样细节 正正可以知道 从6月开始这么久以来 准备是相当不容易的 希望能够借着今天的机会 可以多谢中大方面的同学 虽然大家可能在背景、文化、工作 平时的关系上有些不同 但是大家互相融合 在这几个月里能够做到最好 今天也有说过很多次 两大政变已经来到第38年了 在38年来 一定当中不乏很多不同的政治辩论比赛 当中一定有些是更大型的 或者更多的参赛单位 但是为什么去到今时今日 第38年两大政变 在辩论界来说 仍然是这么重要呢 我自己有两方面的看法 第一是他很着重政治科学 也可以说是在推广政治科学的 而第二就是两家香港里面 非常重要的大学 他们对辩论或者对政治很有兴趣的同学 他们主办的 背后也可以代表着 其实在推广政治方面 大学生是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或者我想大家都很期待之后的比赛 我也不再多说太多 也都希望今天两队的辩论队 可以有很精彩的演出 或者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很深刻 很难忘的晚上 谢谢大家 谢谢特意平同学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不少人认为 行政主导是香港政府架构的其中一个特点 而这一件事也一直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而这也是正正今晚的讨论重点 本年度两大政变的变题为 行政主导对特区政府管治利多于弊 正方是香港大学院与辩论队 反方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辩论队 而一张时间交给今天的大会主席 首先有请双方便言上台周座 接着来我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第38届两大政治科学辩论比赛 今天的变题是行政主导对特区政府管治利多于弊 而今次比赛的正方就是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 反方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辩论队 比赛开始之前先让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今天的比赛是规则 今天的赛制是4-3-3-4 即是双方的主辩和结辩各自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而负面则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发言次序如下 先由正方主辩发言 再到反方主辩 再到正方一户如此类推 当反方二户结束发言之后 就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而在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需要以梅花间足的方式 各自拍出3人作出台下发问 并且先由正方开始 发言时发问时间为1分钟 而另一方的便员就会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 并且需要拍出一位的便员作答 而作答时间也同样是1分钟 而在台下发问结束之后 就会转入自由辩论的环节 双方各自有2分半钟的发言时间 发言需要在两度之间交替进行 先由正方的一位便员发言 再到反方的一位便员发言 双方云流发言 直至时间用尽为止 而双方的用时是会累积计算的 一方发言时间结束之后 就会立即开始计算另一方的用时 在总时间之内 各队的队员发言的次序 次数都不限 而当一方的发言时间用尽的话 另一方就可以放弃发言 或者轮流发言 直到时间用尽为止 而放弃发言将不会影响总分的 而自由辩论环节结束之后 会先有3分钟的准备时间 之后再由双方结辩 作出4分钟的发言 接着来就是讲解今天计时的方法 在辩论完发言时间结束前1分钟 计时员将会明钟一下 以示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当发言时间结束之后 计时员将会明钟两下 以示发言时间已经结束 接着来回有15秒的缓冲时间 15秒时间过了之后 计时员将会明钟数下 接着来就会开始扣分 每超时5秒 每位裁判中在 及月该辩元的总分里面扣除5分 如此类推 不足5秒也会作5秒计算 而在台下发问方面 在发问和答辩时间结束前15秒 计时员将会明钟一下 以示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当发定时间结束的时候 计时员将会明钟两下 以示发言时间已经结束 请问双方主辩对赛规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 就会进入试麦的环节了 试麦的次序将会跟随实际发言的次序 首先请正方主辩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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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评判 友方同学 常常各位 大家好 首先在这里我代表岸方 香港大学业语辩论队 多谢三位评判愿意在白亡之中 抽空出席今天的评判工作 如果没有了你的出席 今天的比赛也不会得以顺利进行 其次要多谢赛会 愿意为我们筹办这场赛事 帮我们提供舒适的场地作赛 然后要多谢的是我们的友方同学 香港中文大学的正正辩论队 在这10日以来和我们一起准备这场比赛 这一类人很多人都忽略了多谢 我想多谢的是今天台下的一班队友 其实这10日以来 大家一直都很辛苦地作赛 去准备这场比赛 可能准备到很晚了 甚至要赶尾班车 甚至乎乘搭的士回去 回到家时本身又可以睡 谁知道还要多用2-3小时的时间 去搜集资料 还要准备自己学业上的工作 最后可能去到4-5时才可以睡 在这儿想和大家说活生辛苦你们 其实现在香港很多艺人都会和我们说 我讨厌政治 但谁知道转过头 我们看到在广告片段里 他会和我们说要认识基本法 我们看到政治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之中 今天可能我们学校会有政治 办公室有政治 连朋友圈子里面都有政治 很希望的是今天这场比赛 从辩论开始去认识政治 多谢各位 谢谢政方主编 接下来有请反方主编 欢迎欢迎欢迎ат Highness Kage 主席 评判 右方同学在助各位 大家好 我更代表我方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 首先要多謝三位評判秋風出席今天的辯論比賽 同時也要多謝友方和我們一樣準備今場比賽 非常用心利用了十天的時間 另外也要多謝賽會安排了這個場地 為我們舉行這次比賽 其實去年我也是參與了兩大政變 同樣地也是反方處變的角色 剛才上述的一些希望可以歡迎大家的說話 其實我都說過很多次 但今次希望大家真心地為這次比賽 能夠樂一點的功夫 可以為我們今次的辯題更加添多一點的色彩 另外今年一年過去有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好像我們身邊的隊友我們的隊長 可能我們準備辯論的模式都改變了 但唯一不變的就是我們台下和台上一共12位的隊友 加上老鬼們 其實跟我們一起準備辯論的心情是不變的 同樣地我們都是無分彼此 沒有誰比誰更重要 去為今晚去共同上演一場精彩的比賽 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享受今晚 多謝各位 多謝反方主編 接下來我們有請正方一副 評判在序各位 大家好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讀書不是很厲害 帶入到香港大學 本身沒有什麼口才 但又可以加入辯論隊 可以學會不同的議題 可以跟不同的隊友學習 去研究今天這些政治議題 我覺得這些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是一班很好的隊友 每晚好像剛才我主編都說 慢慢跟我預備得好東西 而且我也有很好的家人 好像我媽媽那樣,她今晚都來了 其實晚上回到家,很多時候 桌上都有水果,有食物 其實真的很感謝媽媽 很多時候現在人們多謝家人 喜歡在面書裡做 我今天都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可以在現場說一聲 多謝媽媽,多謝各位 多謝正方一夫 接著我們又請反方一夫 喜歡,喜歡 主席、評判、著作各位 大家好 就好像我方的主編一樣 其實我去年都有參與兩大政變 但我的身份不是站在台上 就像台下的隊員一樣 就坐在台下 其實我也沒想過一年之後 我會站在台上 始終這一年,裡面都發生了很多事 例如好像身邊的朋友 每個人都忙了很多 我自己也是 所以今天我最好的朋友 都沒辦法來親身支持我 因為星期日 有份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應該在十分鐘 步行路程以內的工程學習 即建築大樓 正在工作 他來不到看我 但一年裡面過去 我也覺得有些事情是沒有變 就是起碼我現在都是以政治與行政學 是我的辯論隊的身份 站在現在這個舞台上 我依然有我一班的隊友 有一班的老鬼 有我們的惡爺的支持 其實這一年裡面 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跟大家一樣 但覺得有一個人 今天的重任 就是角色變了很多 就是我們的對象 雖然我們過去都過了一年的相處 但今年都看到他整個人不同了 可能我們每一個人都會不同了 但看到他很用心地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分配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 知道他今場的壓力都非常之大 每個隊員每個老鬼 甚至可能惡爺都覺得有點頭暈 準備今場比賽也比較複雜 所以都很感謝他們的每一個 也很感謝今天在場的各位 可以見證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希望可以為大家上一場精彩的比賽 多謝 歡迎反方一副 接下來又請正方二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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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評判 尹文娜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其實兩大政變 就是我們香港大學與辯論隊 每一個年度第一場正式對外的比賽 我們是一個傳統的 就是在比賽的試咪環節 就會介紹我們這一年度的辯論隊 有什麼隊員 一等下我們就會逐個逐個隊員去介紹 希望在座各位在我們介紹完每一位之後 都給他們一些掌聲 以示一個鼓勵 現在就由台下的隊員開始 內外傳科醫學士一年級 鍾情 社會科學系一年級 林偉晶 內外傳科醫學士一年級 黎子欣 言語治療及清國科學二年級 章魚軒 中國語文及教育潘俊傑一年級 文學系一年級 鄭詠宗 文學院一年級 何俊昌 接著我們介紹台上的辯論員 我們的主編就是社會科學系一年級 李欣君 一副法律系二年級 譚博人 二副就是我 我就是商業及法學三年級 顏尼琦 這是今天的隊長 最後我們另一位的隊長 就是法律系二年級 余子賢同學 希望我們今天第一場正式的比賽 會有一個好的開始 其實經常都說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準備兩大政變這個比賽 就是台上的三分鐘或四分鐘 台下十天功 其實這十天 真的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雖然平日的比賽可能是七天 但其實對於一條這麼複雜 或者牽涉到很多 比較深奧的政治概念 一個變題 十天的準備時間 可能都是勉強可以做好所有的準備功夫 因為有很多的資料 或者很多的內容 我們要去理解 去消化 其實這十天內 我們的隊員 也有氣餒過 有迷失過 但我真的很想借這個機會 去衷心多謝我每一位的隊友 因為我想說 沒有你們任何一個人 我們這個比賽 都不能準備得這麼完備 我覺得你們的支持 對我們打到一場成功的比賽 是有很大的功用 真的衷心多謝你們 希望我們十天準備的功夫 不會白費 接下來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場 精彩辯論比賽 多謝各位 canot hang out 鄭氏 庚座 謝謝鄭博 IP 好 士咪士咪 有方同學 在在各位評判們 我今天其實有三種心情 第一種心情非常興奮 因為我很少遇到這麼大的場面 尤其是很興奮見到這麼多中學生 我都坐在這裡 令到我覺得自己有一個身負重任 起碼自己的角色向大家推薦 或者是認識多些的政治科學 這個我是非常興奮的 而第二樣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慚愧了 其實我想說我是一個一年級生 今場呢 剛才廣大也說到 今場是他們每一年 第一次正式向我去比賽 其實這場比賽 就是我第一次正式向我比賽 我的中學生涯是沒有打過辯論的 所以其實我今天 是比在場很多的中學生 甚至其他人 都是更加少的這個資歷 但是我仍然有機會 能夠跟廣大的同學 還有這麼多位 是去切磋都會非常之感恩的 第三種就是剛才說的感恩 其實這十天以來 我雖然每天都回家 但我沒有一天見到我媽媽的 每一次我四五點回到家的時候 我媽媽五六七點的走了 基本上我們是沒有任何交流 但是她每一次透過一張紙 一碗湯我寫下 兒子你今天要喝湯了 然後我就乖喝了 然後當然要洗了 之後我就再寫一張便條給我媽媽 希望十天之後 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之餘 我都很希望今天回家 能夠見到我媽媽 然後快點跟她吃多餐飯 多謝各位 多謝反方義父 接著我來有請反方傑辯 師妹 師妹 最後各位大家好 作為反方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傑辯 亦都是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隊長 我今天站在這裏 可能要說的東西有點長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首先每一個人站到這裏 要多謝的人都會有很多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一個比賽要成立 當然要多謝我們的賽會 有一個這麼舒適的場地 更加是你看到周圍的報紙都非常精美 來看看我們那副的橫額 你看看 有沒有覺得自己身處在英超的感覺 有點像這個車路士和阿仙奴 為甚麼突然說波呢 說起波正正是辯論隊 有一個人不能不得多謝 去年我多謝他的時候 他就用外套蒙著自己的頭 不知道今年呢 惡爺 嘩 你一定還有一句 惡爺 你曾經那個人民的選擇是需要中視的 所以你先接受大家的掌聲吧 第二我要多謝的就是多謝我一班好戰友 因為大家可能在長漢 應該在長漢裡面都會看到 我寫一個政變 不單止是上台主變一副二副結變的事 更加是台下連陷我們的所有人 合共12個今年的辯元 加上我們的老鬼們 加上我們尊貴的樂爺 我們整體的事 亦都是在座那麼多位 參與我們這一場辯論比賽的事 今天很想借這個地方 逐一好像歸隊香港大學那樣 多謝逐一 多謝我們台下每一個勞虎功高的便宜 不用那麼錯愕的眼神 不用那麼錯愕的眼神 多謝你 Oli 多謝你 這間真的有很多勞虎功高的便宜 多謝你 Aling 多謝你 Abin 多謝你 Amay 多謝你 Diguan 多謝你 多謝你 墨遠信 多謝你 Aki 多謝你 Kusa 最後有一個人不能不多謝 更加是我的前對長 多謝 多謝你 Abin 多謝你 我知道 都陪伴著你 但是 等我今天 忙完之後 下個禮拜 我可以好好跟你慶祝我們的一周年紀念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多謝 多謝 還有請正方結辯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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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位 我們其他隊員 如果沒有你們 相信 今天我們台上四個 靖家 都未必有機會 可以發光發熱 我們一隊 11人 雖然不是每一場比賽都贏到球 做不到勝利 11人 但都會希望是最合拍 最努力的11人 11人 一起努力這一年 希望大家這一年 都有一個難忘的經歷 第二個 要多謝的 就是多謝我的父母 其實大家打辯論都知道 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再日以繼夜 再夜以繼日 去準備一場比賽 很多時候都很辛苦 就像剛才有幫同學說過 回到家 可能爸爸媽媽都睡了 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出門口 見到的機會不多 我爸爸媽媽經常跟我說 我真的很想有一次機會 看看你這麼努力 準備辯論比賽 是否正在準備著 做其他事情 想來看看比賽 我經常跟他們說 不要啦 我怕醜啊 或者 不要啦 我怕表現得不好 又好像很魚 但終於這次 有勇氣 邀請到他們兩位 就過來中文大學 去看這場比賽 所以 很感謝我的父母 第三件要多謝的 其實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在這個黨堂的後半部分 原來有一半的地方 都是中學生 其實作為一個大專心 站在這裡打比賽 最開心的是 真的見到有很多中學生 真的會慢慢越來越多 留意時事 參與時事 很多時候現在經常都說 好像社會活動 以前是說學生的活動 學生參與社會活動 現在好像單期變成中學生 大學生的參與成分越來越少 但我相信的是 無論你是中學生 坐在台下中學生 還是坐在台下 坐在台上的大學生 只要大家都願意 放下自己 可能一直覺得很重要 但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或者真的更加 願意去留意時事 例如看兩大政變 作為一個起點的話 大家都可以繼續努力參與政治 正如我方主編所說 政治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 是整個香港 整個社會的事 希望大家 從今天開始 越來越注意我們所住的地方 越來越注意香港 我們希望香港 可以享受這面的話的將來 多謝各位 好 多謝反方 多謝政方的結別 市民環節現在結束 即比賽正式開始 有請政方主編發言 是米 市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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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評判 有分行 各位大家好 香港自142年開副以來 英國政府把香港的管治權廣泛地授予港督 港督擁有著政策制定的最終決定權 也可以向立法局提出犯案 因此主導整個政策制定的過程 形成一個以港督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 這個制度在回歸前一直行之有效 令政府可以強正勵志 包括興建連租屋、全面推行免費教育、設立綜援等 都推動了香港由昨日的小瑜村 發展成今天的國際大都會 而我們看看今天辯題所說的行政主導 就正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陳雲艾教授所指 職特首和行政機關 獲予一個較高的地位和較大的權力 而根據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惡所說 行政主導的具體制、具體安排包括 《基本法》第62條 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提出和制定法案 第74條 規定只有行政機關才能提出 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 以及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8條 保障政府的法案獲優先處理等等 而今天的所謂的管治 就正如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Francis Fukuyama 所說 犯指政府去制定法規的能力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衡量辯題 看看曾經主導是否對政府的管治利多於弊 就要從政策的制定方面分析 我方今天贊成辯題 和所需資金等等 同時 由於行政機關有權調配公務員團隊進行政策研究 專業的公務員團隊可以藉著豐富的經驗和數據 去設計出實際可行的政策 不過今天立法會並沒有享有這個權力 因此行政機關相比於立法會 就有較大的優勢去制定出一個完善和全面的政策 例如政府推行一個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的時候 就要先統計長者和殘殖人士的人數 預測受惠人數的增長 再估計要向交通營辦商發還2.3億元的費用 最後才能夠制定出2元優惠票價水平 最後刑板商滿意 市民得益 政府的資源亦都能用得其所 達至一個三贏的局面 如果有人和我今天不同意的話 請你稍後跟我們講解 如果由立法會去制定上述的政策的時候 如何能夠作出一連串的估算 第二 維持政策一致性 配合政府藍圖 今天行政機關可以整合各區所需要的資源 對長短期的政策都有全盤計劃 避免政策的方向照令直改 短期來說 我們見到有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就每年的施政作出合適的資源分配 長期來說 行政機關在環保交通基建等各個範疇 都有著長遠的發展大綱 例如預留土地 執行政策的優次之分 以發展鐵路的網絡為例 政府就會考慮各區的發展潛力 發表一個鐵路發展策略 例如2000年已經為14年的西港島線 和18年的沙中線作規劃 今天若然沒有行政主導 立法會有權提出法案的時候 不同政策之間欠缺一致性 偏離政府設計的軌道 差之毫尼、謀之千里 又如何能確保有效執行政策呢 多謝各位 請方主編發言時間為4分09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主編 請方主編發言時間為4分09秒 沒問題 請方主編發言時間為i4分100秒 請方主編發言時間為4分11秒 沒問題 請方主編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有方同學請你們正面論一下為何30年前跟我們一直以恆之有效 為何在殖民地時代的東西套用在現今特區政府必然有用 另外有方同學跟我們舉出這個2元票價優惠的例子 就跟我們說必須要套用行政長官的理念才有助落實這個方案 這個2元的價格可以由政府去估算 但為何就可以了過立法會無需討論 有方同學從來沒有跟我們解釋過 有方同學對於管治的定義非常單一 僅僅跟我們說落實到政策就是良好管治 但現時我們看到香港的政策正正因為考慮不周 而導致推得越快、破壞越大 我方認為我們必須要根據聯合國的定義 管治是涵蓋一系列的準則 包括1.給予民意代表合法參與的空間 2.落實平衡各界利益的政策 3.施證據透明度等等 理應要全面考慮各個層面 另外有方同學也非常簡化了行政主導的概念 只是跟我們討論《立法基本法》中有關行政長官 有大部分決策權這個條文 但我們看到行政主導具有以下三大特質 除了剛才跟我們說到行政長官具有大部分的決策權之外 還有 立法會是只能夠審議由政府提出涉及撥款 和立法修訂的政策 另外 立法會對行政長官的問責和監察力量亦不足 相信行政主導這些必要條件 亦令權力高度集中於行政長官 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權利極不平等 我方認為 要衡量今天辯題的標準必須要是行政主導 究竟有沒有效凝聚社會共識 落實平衡各界利益的政策 以達到聯合國良好管治的原則 我方認為今天辯題不成立原因有三 第一 立法會無權主動提出公共政策 民意難以上達 基本法第74條定名 議員是不能提出涉及公共開支 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律草案 故此 今日議員只能提出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不能制定政策 角色被動 例如 立法會曾經以絕大多數通過落實小班教學的議員動議 但政府到現在都沒有回應 可見立法會作為一個更加立體的民意再體 議員就只能在議會上討論和表決 沒有辦法將達成共識的政策付諸實行 第二 行政機關有權獨斷獨行損害政策數字 現在所有不涉及撥款和立法修訂的政策 可以繞過立法會 例如武語教學 可以不經立法會 怎意強行推出 最喜歡失敗告終時想扭轉局面 都只能依賴輿論壓力 政策闖絕推出 沒有心思熟慮 兜兜轉轉多年 影響深遠 令到社會成本極大 第三 立法會的監察和問責權力不足 管治有欠透明度 現在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失誤 報告都最後只能交由行政長官定段 例如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獲豪花公帑 我們看到 帳委會都只能寫一份報告 就算將會一致對他作出嚴厲的譴責 最終行政長官都有權不了了之 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 立法會都只能做一些輿論工作和政治姿態的時候 淪為無顏老虎 我們看到這麼多立法會的政策 擾過立法會都出事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認為他們的制衡能力已經足夠 多謝各位 馬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1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政方一顧 師妹 師妹 評判 各位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主導這兩個字呢 其實我方說得很清楚 主導從來就是說行政和立法機關 當他要制定一些政策或者立法過程的時候 由誰作為主導 誰負責審議 但我方跟我說了很多例子出來 譬如說難以監察政府 甚至他說可以很多是行政機關自己決定的事情 這些是不是真的關於行政主導的事 是不是行政主導帶來的閉處呢 首先先看第一點 其實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絕對有各自的權力 有各自要做的本分 但我方同學他嘗試覺得所有行政要做的事都要經由立法會去看 其實立法會絕對是有要監察的地方 就好像財政等等那樣 其實我方同學說到教育政策不用看 這一點不正確 其實只要涉及公共開支 涉及財政的東西 立法會都有權審議的時候 為什麼我方同學會覺得政府是獨斷獨行 什麼都不用經立法會看呢 有方同學這場政治科學的比賽 這些基本的知識有沒有搞清楚呢 有方同學 其實今天我們要看公共政策 就是我們所謂的管治是什麼 其實管治就是要制定一個政策 以至有效實行 所以今天衡量變題要看的就是 香港政府、行政機關在制定政策方面 有沒有較大的優勢去做得更加好 其實我們看今天公共政策不是單一的 很多東西都是部門橫橫雙構 好像教育那樣 就不是單單是教育局的事 亦都是其他部門之間互相協助 所以在今天這麼複雜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有透過公務員的系統 公務員系統包括當中有 740個專門研究政策的政制主任 當中我們有負責研究政策的政策組 同時也有負責管理財務等等各樣 這些政策我想問一下 如果不是由政府機關去做主導的話 立法機關它有沒有這些能力去做到呢 更加重要的是 不是單單這些政策 同時更加有譬如環保 以這個交代稅為例 其實我們不是不看民意 剛才我講到行政機關完全不看民意 絕對不是 相反每一個政策政府都有做諮詢 相反立法會議員因為 今天政治光譜極闊 它是代表著不同派別的聲音 反而更加難去整合民意 我想問一下 今天應該由行政機關去推出一個政策 因為由立法機關去推出一個政策 更加能夠整合民意呢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的立法會是區選的 每一個區它有自己代表著自己的區 但今天我們最用的政策 是否就是單一個區呢 因為是看整個香港整體的藍堂去發展呢 我們見到行政機關就有這個能力 去作出整合 去整合18區的意見 想問一下某方同學 很簡單 例如一個巴士路線的重組 我想問一下 有哪一個立法會議員 可以真的看了這麼多年 就是這麼多地區的利益 去作出一個平行各區的利益 推行政策 再向立法會通過呢 再說 某方同學說到政府 好像什麼有沒有做過 那廣鐵這些 是否又要考慮18區才做得好呢 某方同學告訴我 立法會如何主動政策 多謝各位 請幫一庫發言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來有請反方一庫 時米時米 時米時米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大家好 友方同學跟我們說 政府掌握了很多資料 沒錯是 但政府掌握了資料之後 為何不是讓市民看 不是讓立法會看 那些政策 為何不是讓市民 為何不是讓立法會一起去審議 去制定呢 友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教育政策 我們看到當年是什麼 98年母語教學 其實繞過了立法會 繞過完立法會之後 導致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到中中學生的 英文高考合格率大跌6% 還有其他什麼呢 03年削減中緩 11%又繞過了立法會 貧苦大眾 叫苦連天 友方同學 友方同學覺得 今天立法會要制衡 還是足夠的時候 麻煩告訴我 為什麼 政府竟然可以繞過立法會 做這些政策呢 友方同學是否覺得 母語教學 削減中緩 對民生是沒有理 是否對民生沒有關係 政府一個人 一個特首掛了事就可以呢 還有另外一些教育政策 又怎樣呢 我們看看 台下余若薇議員 當年其實在04年 通過了一個 叫落實中學 小班教學的動議 其他我們看到議員 張文光也提出 要落實15年免費教育 又是立法會通過了 但政府做了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做 指問 立法會也沒有辦法 影響到政府決策 是否真的跟友方同學說 這麼聽民意呢 友方同學今天提出了很多質疑 質疑立法會現在 利益分散 只是顧黨派的利益 友方同學今天告訴我們 整把立法會議員只會搞事 但行政長官一個人 或者行政機關 就代表到整體的社會利益 盛在所有的民意 合不合理呢 其實我們看到事實上是相反的 立法會是有來自不同代表 不同派別的議員 代表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所以他們才是比起行政機關 作出有更多的民意再體 我們看到 我們應該是由行政機關 沒錯 可以分享一些資料給市民 但還知道 但之後是立法會去討論 立法會去通過的 今天立法會通過都通過 不用經過立法會繞過的時候 我們憑什麼說 立法會還有能力去到制衡呢 有方同學今天又搞不清楚 行政主導的定義 我們先看看 必是馬惡教授說 行政主導 其實不止是有方同學所說的 這麼簡單 是很多公共決策 是不需要立法會通過 特首有權否決立法會議案 特首政府的議案 又要優先入入立法會議程 政府特首也有廣泛的委任權力 我和我這些又通通都看不到 但我們看到今天是什麼呢 這些問題 通通在今天浮現了 我們看到今天香港 香港根本民情指數是極低 58.3的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 告訴我們 香港人在行政主導之下 對於政府的管治 其實有很多不滿的 有和我所說的諮詢等等 是否就足夠呢 是否就可以令到政府的決定得以改變呢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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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各位 到底今天行政主導是否等於立法舞蹈呢 主席評判有問題在座各位 今天有問題我聽完之後 真的覺得他那道立法會好像垃圾會一樣 為什麼呢 原來所有議案 政府所有提出的事情 都好像可以繞過立法會一樣 但到底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我們看到立法會 和行政機關兩者的職能有所分別 我想大家中和 學這個三權分立的時候 常識書都有教導的 但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今天基本法第73條 明明說明立法會有一個制衡和監察政府的能力的時候 有可能我通通都看不到的 第73條說明就是 任何政府要涉及公共財政的議案 都需要經過立法會的把關和審批 為什麼這不是一個監察呢 另外我們再看了 不要說73條 一些不信任動議 當年2000年的時候房委會主席 因為這個短樁事件 都是因為立法會通過了這個動議 而令到他可以辭職 可以得到一個懲處 權利級不權法 2008年看到這個調查 但是梁子民受拼這個新世界中國地產的時候 亦都可以做到這個權力的制衡的時候 今天我分頭不要再跟我們說 今天行政主獨 立法就好像沒到這樣了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提案權的限制 給了立法會的議員 不只是香港獨一這樣做 在英國也就是加拿大等等的政制 我們都看到有這個情況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行政機關它有權 有一個落實自己的施政難度 它有全盤的計劃 到底我們今年的 根據這個財政的預算 資源應該怎樣去分配呢 如果我們今天 將一些需要動用到公共財政的政策 一個無限制的台人安全 還給立法會議員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它正正可以打亂了政府的計劃 我想問一下 如果政策的施政方針是朝令夕改 譬如我們當年要進行強積金的計劃 但原來李卓人議員 曾經提過要全民歸還強積金的時候 朝令夕改想問七百萬的市民 以至這個政策的執行者 他們如何去處理這個狀況呢 再說 今天有方法其實是抽空了現實的 其實他們暗地在說什麼呢 就說所有議案 政府提出的事情 都要經過立法會的審議 先看看現實 立法會現在的議程已經非常緊迫 可能一些議案 都要留待下一個立法年度 才可以通過的時候 想問一個現實的問題 如果所有議程 所有政府提出的政策 都要經過立法會審議的話 我們要審到什麼時候呢 再說 我們看到有個提案權不受限制的話 現在的政黨 是因為比例代表制之下 沒有一個可以完全統合到民意 今天又是有方說要平衡國方利益 但原來政黨根本未能夠完全整合到整體利益 整體為民生的話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沒有限制給提案權議員呢 多謝各位 靜風義父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義父 謝謝各位 請反方義父 請反方義音樂 請反方義兄 請反方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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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特权权力及特权法其实很有用 但我们先看 根据《基本法》第十四十八款 第十一款里面和他说 原来行政长官是有权决定政府官员 或者其他政府公务人员 出不出席这个立法 这个立法会的权力及特权法 换句话说 如果梁振英今天不批准其他官员出席 他是可以有权不出席的 还有我们看到的特权法 出来的调查结果是什么 是政府说了算 如果我们真的有特权法的话 就算他真的显贷了官员 我们只可以等到他是良心发言 或者政府真的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先可以赶他下台 根本上立法会在特权法之下 仍然是无牙虎一隻 原来柳方同学的立论基础 我给我们听是什么 是立法会阻头阻势 阻止行政机关做事 原来今天有风陶眼中 管治只是退化到一个标准 就是快 他根本完全无视了管治是双向的 有否跟我今天高举政策推动的效率 完全忽视了我方主辩 根据联合国所提出 包括透明度 问责性 参与度 回应声的管治定义 为什么你们要将效率凌介于一切其他管治素质之上呢 现在我们看到就算是一些不需要经过公共 不需要有额外公共财政开支的 例如领会这些法案呢 他在04年的时候呢 在无咨询 未经过立法会商讨的情况之下呢 也都通过了 我们看到的后果是 以前的屋邨商场 轮围了大财团的生金等的地方 小商户被赶尽杀绝的时候 居民只能够日日被人赚到尽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行政主导的利处是理于哪个呢 是理于官员可以快速管理的人呢 还是有理于领会法权的确立呢 小方同学今天跟你说 其实我们是有制衡的 民意就听了咯 我们看看民意是什么时候听了了 民意原来是在23条50万人上的时候才听到 民意原来是在上年9月的时候 用12万人包围政总的时候才听到 这个其实已经是牵涉到非常巨大的管治成本 管治成本不单只是讲效率 不单只是讲钱 我们还要讲一下社会的对于特首和政府的管治威信 管治威信受挫 政府施政会言难行 我们看到如果政府若然是深思熟虑的话 其实并不会出现有科同学所说到 立法会左头左势的局面 有科同学所说到 立法会是完全是出来打乱了政府的议程 根本上是阻碍政府施政的 其实你这样是妖魔化了立法会的制衡程度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立法会仍然有很多的政策 是会容易通过 例如我们经过广泛咨详的停车入息时法 例如交代的征费 其实政府经过广泛咨详之后 立法会都很容易 是经过各党派协调之后 也都会容易通过 并不是有科同学所说到 凡亲政府推出议案 他们是一定反对的 所以有科同学 不要再在那儿妖魔化立法会的角色 多谢各位 态方二库发言时 由于3分07秒 没有过节 无需扣分 接着来做到台客发问的环节 首先有请政方派 派出一位面炫来台客发问 試麥 試麥 我跟今天覺得議員在台南法會通過的議案 明天做就明天會更好 就先是理多於弊 但這個想法到底合不合理呢 你看看尤其課講了很多小班教學的例子 政府需要做很多可行性的研究 包括研究人口的增長率 學童的數量會否持續下降 教師的數量要學校的數量等等 究竟在立法會通過這個議案之前 有哪一個政黨做過以上的可行性研究呢 是否今天由立法會議員的助理 或者議員辦事處做完可行性研究 接著就實行政策 香港就會明天會更好呢 我和今天的立場究竟是否想立法會主導呢 多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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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不得的话 市民和立法会说是否会逼政府实行呢 但问题是 研究了这么久 政府有没有和我们说过是得 还是不得呢 听完之后 究竟有没有去做呢 有个同学 我们今天见到是什么 立法会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他讨论完 表达完民意 要求政府去做事 他讨论了九年 九年 我们见到小班教学 现在有些什么呢 有方同学 可否告诉我呢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方同学说到政府相比立法会 有一个较完善的资讯系统 人力资源 官僚等等 因此他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 站高一线更加宏观地制定一个高质素的政策 但有方同学不要在混游视听 政府利用公务员系统 人力资源等等 是政府本身的天职所在 除非我们今天说的是行政主导的特征之一 那我今天 按照今天有方同学的逻辑 是不是如果今天香港不行行政主导 行政机关就不用制定任何政策 不用做呢 多谢 谢谢 正方我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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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时间二度 正方对于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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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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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fths 您 工夫 餅 金色 餅 鱒 鯽 評判在座各位 其實現在行政長官做決定關乎財政的已經要過立法會 我想問有方同學 是不是政府每一個決定行政機關每一個決定都要加入立法會審議 此其一 第二有方同學我們其實講來講都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其實我們知道行政機關需要有效率同時都需要制衡 因此所有涉及法例涉及公共開支的東西全部都要經立法會 我們只是拿一個平衡而已 那有方同學你告訴我 如果你想每一個行政機關的決定都要經立立法會的話 立法會審不審不曬 第二就是要問有方同學 我想真的很興趣 好奇行政主導和透明當中的衝突在哪裏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有請政縫 隊員 勞鮑 請問 客員 請問 是嗎 是米是米 按照友方同學的邏輯 在立法會做政策研究的情況 在政府做政策研究的情況之下 他們是先做政策研究 然後他們最了解政策的情況 反而是弊多於離和 反觀立法會他們不夠資源去做政策研究 他們反而先落決定 然後先交給行政機關做政策研究 反而會更加好嗎 那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立法會決定實行甚麼的政策 會被行政機關決定做甚麼 對香港的管治離多於弊呢 謝謝各位 誰覺得我 正式公甲業 第一場 原本 一分钟准备时间 在这里,马方队员做饭 师妹师妹 首先很多谢有方堂的提问 刚才有方堂就告诉我 其实行政机关是最有资源去制定政策 我方不是说给你 我方不是跟你说行政 我方不是强烈说要剥夺行政机关制定政策的权利 但你制定完政策之后 你做研究之后 你为什么不可以让立法会有参与的角色呢 其实立法会和行政机关的角色分别是哪里呢 立法会是拥有更多的民意 它是能够是一个民意的在世 反映到不同地区不同地域不同界面不同利益的选民 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最想知道的民意 那为什么行政机关觉得研究员的方案不需要听民意呢 还有刚才是在矮化立法会的异议功能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除了拼招拼鞋之外 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审议政府提出的个案 事实上是政府现在很多涉及不涉及公共开支的案 根本就不需要过立法会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权利和有什么情况可以审议到 根本立法会连想审议都没有的时候 你们凭什么觉得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审议所有的议案呢 有方同学 接着来有提反方对于立法 主席 评判 有方同学在座各位 大家好 2004年 预约媒议员动议推动小班教学 同年 郭佳琪议员动议要求落实医疗融资 2008年 李华明议员动议增加大学资助学 以上议案全部都在立法会中获得通过 但立法会已经换了两届以上的动议 政府有没有离回过呢 若然有方同学说到行政主导的管治之下是可以推到这么多有效的政策 为什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政府的支持度正值跌至-27%比创20年新低呢 多谢各位 请订阅予订阅 全会 Beng判 下纸 準備時間已到,請正方便言作答 師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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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告訴大家為何特首支持得那麼低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因為現在沒有普選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沒有普選呢? 有關今天行政主導的閉處事 今天有一個小班教學各樣的政策 政推不是完全沒有理過嗎? 其實我們正正說的是行政機關在下一個政策前 也要做充足的政策研究 現在是說他們的團隊在想政策的可行性 或者人手編勢的各樣應該怎樣安排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政策未能夠今天一動議 然後明天立刻通過就是一個問題 我真的不明白了 有可能我搞清楚 到底今天這個民意認受性有沒有普選 和今天辯提行政主導理多維有沒有關係 多謝各位 好 台客發問環節結束 接下來就會進入自由變量的環節 雙方還有2分半鐘的發言時間 首先有請政方邊緣發言 有可能我今天是不是每一個的決策都需要經過立法會去審議呢 有可能我說是不是沒有越教學這些影響這麼深遠的政策都不用過立法會審議呢 其實按照有方同學來的邏輯是行政機關注的每一個決定都要去給立法會審議 我想問立法會成立牌立法會要不要審一審呢 有方同學說到立法會審什麼呢 審關於這些法規的公共財政 為什麼它不審一些關乎民生的議題呢 我想問一下有什麼民生的議題是不關乎公共財政和沒有法律涉合下去的呢 有方同學是不是沒有涉及公共財政政策就不重要呢 是不是沒有越教學不重要呢 領域會上次不重要呢 直資學計劃亦不重要呢 有方同學不如再回答我一次吧 有什麼不涉及法律同時有不涉及公共財政是會影響民生的 剛才我回答了你很多次 今天我們見到什麼領域繞過立法會 我們見到西九八級部款亦都繞過立法會 我想問有方同學為什麼呢 有方同學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在立法會審呢 我想問一下每年就是覺得二十個法會 已經是我們議程最緊迫了 我想問一下這樣可不可行 有方同學是不是今天議程緊迫重要的事情都不用審呢 是不是影響那麼深入母語教學的政策 有方同學覺得不用審了議程太多了 我現在問一下余若薇議員她現在的反應 真的看到如果全部人都在立法會審的時候 你覺得立法會議員都怎樣處理完呢 余若薇自己提出的小班的口證都離得我來過了 我想問有方同學知不知道 立法會一年被割置的議案有多少個 有方同學今天我問你 有方同學為什麼我們不能審議一些 由立法會提供有民意基礎的法律師 你有方同學到這麼多的專才 為什麼那些專才不可以幫我們研究一下 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律 尤其是余若薇女士提出的小班教學呢 剛才余若薇做評判 有方同學都不用不停提供余若薇的 有方同學你是不是沒有數據 他不能告訴我一年立法會過不了的議案有多久 如果我不懂得回答 不懂都可以的 有方同學你不如說 我們不可以預言是否議員 其他政策先 張文光議員通過了 叫我們的中小學有15年免法教 有方同學今天政策去了哪裏 有方同學不知道 其實上年被割置的法案有35個 其實很多關乎民生的議題 每年都在立法會都沒有過 我想問如果每一個都要審的話 立法會如何是好呢 有方同學就覺得有35個議案 各自了 所以那些各自議案 不如通通不用審 立即通過了 是否最好 有方同學想問 是不是動議了 那天立即未落實到呢 那就是一個閉處呢 他問我方從來沒有說過 今天動議 明天表決之後就落實 我方今天從來都說 我今天交過方案給你 你可不可以又請你的專才 這麼厲害的去研究一下 跟著再幫我們 你行不行都告訴我們 今天不是 連報告都不讓我們說都不說 就告訴我們知道 不過 其實有方同學都知道 今天就算我們動議了 都是要政府的政策研究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才有這麼多 但是你可以全盤考慮 所有利益和殺人出來 可不可肯 如果今天那個議員的提案權不受限制 我想問一下 如果政策互相有衝突的話 怎麼選擇 政府有資源 我知道 所以他今天可以有 電視發牌份報告 但是我全在市民都不可以知道 答案報告的背後真相是什麼 我想問電視發牌是梁濟英的問題 還是行政主導的問題 有方同學 我們梁濟英的難度 就不是一個行政長官嗎 梁濟英是行政長官 但是梁濟英就是行政主導 梁濟英的問題 都不是行政主導 有方同學告訴我 什麼叫行政主導 從一開始就說 是一個制定法案 誰有權提案 我問你 是否立法會 任何看法案 不是議案 是否提任何法案都可以 有方同學 今天避免我們的問題 他知道 其實今天很多的決定 特首一個人 就可以話了字 是不是 很明顯 這個就是梁濟英 今天是濫用制度 你不要把所有梁濟英 你說梁濟英 有什麼制度之下 會是一個扣會行政長官 為什麼梁濟英 可以濫用這個權力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法律 容許他做這件事 冷靜一點 慢慢講 我們是辯論 不是吵架 想回我方同學 是否每一個行政長官 是錯到歸咎於行政主導上 有方同學告訴我 今天 究竟為什麼 可以完全不關他的事 是不是一個錯 都不關制度的事 而呢 完全就是行政長官的錯 我方同學 你不需要創意普選 我方同學 你為什麼要轉移視線 你不想普選呢 有方同學 普選是否就不需要制衡呢 我們普選之後 一直都會制衡 我想說現在 立法會 立法會 完全沒有制衡的權力 有方同學 今天有制衡權力 但是不夠 我們看到什麼呢 今天沒有普選下 行政長官電視發牌 可以不跟我們講 有了普選之下 如果沒有制衡權力的話 他都可以不跟我們講 那怎麼辦 有方同學 不如你告訴我 你想立法會 監察政府功能 多成是怎樣 有方同學 是不是覺得 不用監察最好 電視發牌 沒有語言 我通通不用理 為什麼有方同學 世界都有和沒有 我問你想多成怎樣 你告訴我 你確實是要去到哪裏 有方同學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 如果今天 謝謝各位 � dia 好 再次結束 然後兩隊會 有三分鐘的準備時間 跟著就會有反方結變 作出結論 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是咪,是咪,是咪 比賽來到這一刻,我封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行政主導這個概念在有方同學的眼中 究竟可曾在香港出現過呢? 2004年領會上市要過的立法會 有方同學說不關行政主導師 我們的小班教學無完全被無視訴求 有方同學說這是良好管治 2013年香港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有方同學說現在政府已經很有透明度 究竟在有方同學眼中是否千錯萬錯 行政主導都完全沒有錯呢? 16年以來的管治失誤是否沒有一件事 是關我們制度的事呢? 有方同學今天告訴我們有專才已經足夠了 我們見到母語教學失敗領會上市 湯顯明買牛腩 有方同學的專才能力到一個什麼的地步呢? 就是民情指數創二十年來的新低 在座各位今天有方同學告訴我們 立法會可以管 但是他管什麼呢? 管法治、管財政 我方問他為何不能管民生、削中緩等等的例子 為何能夠不聽立法會的意見呢? 今天有方同學一副告訴我們 我們制定政策不是單一的 是需要環環相扣一環扣一環 我方最後想問他一個問題 為何不扣立法會呢? 今天為何我們能夠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可以無視他們的意見呢? 我方今天就要為行政主導行了十六年以來 埋單計數 全場提出的例子 相信大家是理事敗也都心中有數 今天我們香港特區政府的良好管治 究竟是基於社會一男子因素 是給予了我們民意充分的合作空間 落實了我們的各界利益 施政據透明度等等 還是我們特首的一男子決定呢? 最後各位今天告訴我們 所有問題都是梁振英的問題 為何他這麼有問題 我方可以告訴你 因為制度上容許他有這個問題 今天遺憾地我們今天站在這裏 不是和大家講甚麼開心的事 而是和大家講香港人的悲劇 行政主導是我們英籍時期的殘餘物 香港人足足等了155年 才脫離了我們英籍殖民地的管治 本來以為可以港人治港 誰知等了16年我們仍未當家作主 無論今天你作為香港人 甚至立法會議員 可以制行到一個特首的機會 其實都是很低的 除非你今天告訴我 你想烈日當空三五七度 三五四十度 彈回三五七個小時 又或者在這個包圍正總 睡一頭半個月 還要有坦坦的幾十萬人 肯陪你這樣做 如果不是 我們真的沒甚麼機會 令一些特首收回惡法 究竟這樣做的情況下 我們香港算不算真正脫離了殖民式的管治呢? 還是我們只是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地方 去到一個危民主的困局呢? 今天我兩聲聲方 碧女分明 由我們今天的整個會場 我們的橫額 小冊子等等 我們都看到 一紅一藍 碧女分明 為甚麼呢? 因為有方和我今天 金圓在做的就是 藍色龍絲旗飄揚下的二等公民 他們說到公務員的專才說甚麼 他們就可以做些甚麼的了 但我方今天想做些甚麼 就是成為特區區旗底下 真正能夠自主參與政治 自己能夠決策到自己的前席 以理性和制度化 表達我們自己的訴求 這樣才是我們今天良好管治的大前提 今天遺憾地友分台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他們需要行政主導 行政血图委快之上 人民自主全屬空上 今天令我們一直希望 當家作主的渴望落空 有方的理處說來講去 只有一個字 快 但我們今天比較一個管治的理會時候 我們是否需要想一件事 管治是否只是快就夠呢? 快是否絕對 而且唯一的標準呢? 有方說專才已經幫到我們的了 但專才的意見是否絕對的意見呢?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如台下如樣美女士 曾經在電視辯論公開 跟我們講過的一句說話 我寧願原地踏步 都不寧願行差踏錯 多謝各位 請正方結電發言時間為4分12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跟著我們有請正方結電發言 謝謝 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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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個同學說我們只要快,說怕行差踏錯 我覺得今天絕對不是想香港行差踏錯 但是更加不想香港行都沒得行 向前行的方法,向前行的路都行不到 那個同學今天跟我們玩了幾個魔法 他就說行政主導就等於無視市民的意見 第一,我很不明白 現在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權 為什麼就等於現在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權受限制 我想問一下,現在立法會議員一直在做監察政府的角色 監察政府的功能 有個同學如果覺得現在因為立法會議員提案權受限制 已經沒辦法將民意帶入政府和議會的話 有個同學覺得立法會議員在做什麼呢? 有個同學今天真正想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覺得行政機關做所有事情都要由立法會去過 但是我就擔心,今天我們一直都知道 立法會的權力和行政機關的權力是要有分配 如果行政機關完全沒有監察的話 我們會明白會變成行政霸權會有問題 但是同樣,如果所有的監察都給了立法會 完全限制行政機關的工作的時候 有份有夠不夠膽跟在座各位說 香港可以繼續管治下去呢? 我們今天說的是要平衡 所以我們最好在基本法會列明 關於一些公共開支的議案 或者一些公共開支的法案、法例等等 就要加分給立法會去做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堅持要做的平衡 但同學經常跟他們說的什麼叫管治 他們跟我們說聯合國的指標有關透明度 有關其他者證參與 但同學你隱瞞了一件事 聯合國的指標都包括了效率、效能 相信在座各位都不會反對一件事 行政機關或者一個政府 除了要做得對 更加要是實時立刻可以針對社會的問題 去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這個才是政府要做的事 從來我們說的是要各司其職 由行政機關去制定政策 然後由立法會去把關 這個就是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方法 其實用十日時間準備一場比賽 有可能想不到你只會在看報紙 見到以為山果日報罵政府這件事 明天方向日報罵政府這件事 就全部都說這些管治問題 都來自行政主導 我知道你不滿意陣英 都覺得梁先生有很多問題 真是幫不下 但問題是 今天他的犯錯 等不等於行政主導的錯 有可能今天不是反對行政主導 是反對一男子主導 或者反對行政霸道 今天就跟行政長官 行政主導這個制度毫無關係 如若薇議員寫了一篇文章 有一句就這樣說 他就說原來真正在破壞香港 行政有效的制度 原來是梁振英政府 如果我們因為一個人的問題 我們就要否定成功了百多年的制度 存在價值的話 合理不合理呢 說到最後 有可能我今天沒有反對我方說的利署 要效率要一致性 有可能我都知道 即使立法會有一個法案通過了 最後都要交給行政機關去制定 交給他們去執行 零雙飛 最低工資 發展鐵路網絡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畫等等 很多你都覺得不起眼 但對於在座各位 可能日常生活都識識相關的一些政策 都是靠行政主導去推行的 就是第一個政策 不是有可能這麼簡單 是要凝聚社會共識 你們都知道 我們要諮詢公眾 我們要草擬法案 政策什麼時候推要多少錢 有什麼陪套 不讓行政機關去做 給誰做呢 有可能就會說 我讓立法會去做 將寄望放在立法會的議員 但我們看看立法會的議員 有可能是不是將你們的希望 放在指污虛有的中議員 將大律師叫成是 大的律師的陳議員呢 如果有方同今天 原來你的立場 最後是要由立法機關主導的話 真是送起三個字 不宇置評 多謝各位 請多謝各位 成功頁面發言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經過了剛才一場激烈的辯論 接下來的時間 會是我們三位評判 退席商議的 現在我們將會有15分鐘的休息時間 在剛才那麼扣人心緣的比賽裏面 那麼多位純槍斜劍 據理力真的面緣 實在令我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不知道三位評判 對剛剛的比賽有什麼評價呢 現在有請 那麼多位評判 先給兩隊辯論隊的一些評語 先有請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講師 何偉智博士 各位大家好 第一個問題是 為何香港大學老師可以做評判 香港大學講中大學 我2009年做過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甚麼 我 我不認識他們 我們沒關係 我們不認識 我們不認識 第一個就是定型 定型是 今天的比賽裏面 大家沒有留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大家喜歡講 如月美女士和鱷爺 叫鱷爺 馬惡教授 大家叫他鱷爺 我覺得這個叫法是暗藏飢風 為甚麼 就是一個老師可以 你不要吸頭 叫一個老師做鱷爺 我不要投手 首先你要你不要先抽 我不抽你不行 我最喜歡抽你 叫老師做鱷爺 證明老師跟學生很親近 但這句話暗藏飢風的地方在於甚麼呢 鱷爺叫美的就變成鱷爺 所以你看到 僅強鱷 你對一個好的時候就是鱷爺 不好的時候就是鱷爺 你不讀書的時候就是鱷爺 那些人的定型是怎樣 我想講一個故事 我等了很久 跟余月美女士在一起 跟一場做評分 我連續二十多三十分評分 我都未碰過你 可能我不好運了 我想講一個故事 很多年前第一次選的時候 在香港島區 在港島區 那時有另一位女士選 我朋友在香港島區 我還沒住在香港島 他很喜歡宜約美 我那個時候很好 但我問甚麼好 他有民主女神 又好啦 你又好啦 力士又高 其實我已經在香港 我想說我跟他們站在一起 你知道我多高 你就知道她多高 我會放上Facebook 然後我問我朋友 你為甚麼喜歡余月美 我喜歡她 Elegant 那一次港島區 有另一位女士 你知道的我不說的 語不算很清楚,衣服不算很漂亮,不算很高 不要猜了,我試過一次在電台說出來 他對福建地區的人士很好,知道了 我說你為什麼不喜歡他? 其實他對那個區做了很多事情 我為什麼喜歡余若美? 我喜歡他Elegant 為什麼你不喜歡那個女士? 我覺得他很Elephant Elegant和Elephant 同學們 問題是,為什麼選票這麼神聖的事 原來我們都會定型的 今天政方有一個很難打的地方 政方有兩個英文字,三個數字 他很不想反方說出來 而反方又很蠢地去到自由辯論才說出來 那兩個英文字叫做CY 那三個數字叫做689 對不對? 如果今天反方能夠妖魔化政方 他去到自由辯論的時候才要做這件事 當然是跟他有關 跟一男子那個男子當然是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呢? 他是那個主 他現在經常說 我們有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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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沒有問題 這些全部都因為他可以 為什麼今天說這麼少王維基事件 我覺得我最不懂政治 我想問你一集 我覺得應該要多說一些東西 反方應該妖魔化政方 大家想起那兩個英文字 那三個數字 就頭痕的 就不喜歡的 想起他那個樣子 你就笑又不笑 那樣子你就不喜歡的 那情況就不喜歡 那就喜歡你了 很簡單的嘛 所以我覺得定型這件事是需要的 第二個就是架構 即structure 那今天除了講 除了講這個 行政主導之外 我請教過兩位 即究竟行政主導的另外的選擇是什麼 即我要你買iPhone 那你跟我說三星的不好處 iPhone的優越性 你要講行政主導的優越性 或者它的問題 你要講其他制度的問題 我幾乎聽不到其他制度是什麼 究竟是內國制 民主選舉一定是什麼 我不知道 要比較才有優越性和不好的地方 那因果關係 有政方說 那些立法會議員很不得閒的 我覺得這個是 是用蚊打核子 是用蚊打核子彈 我轉來講 是用殺蚊 是用殺蚊水 來對付核戰 為什麼呢 即是那個子彈很弱 為什麼 你說他們很忙 所以做不了那麼多事情 他們很忙 他們沒有資源的原因 因為行政主導才沒有資源 因果關係 有因才有果 那個是果還是因 你要講清楚 還要講完層次性的關係 譬如除了內閣制之外 還有其他制度會怎樣比較 這個部長制之下的制度會怎樣比較 我亦都希望唐門可以做這些事情 即是你不計算因果關係 即是好像我老婆 拿了我的錢 然後我沒有薪金給他 然後他罵我 老公你賺不到錢 你沒有錢 老婆你拿了我當然是這樣的 那不公道 你知道嗎 要講因和民國 最後我想講的就是策略的問題 利多於弊 反方怎樣說 反方有三個方法 弊多於利 弊等於利 弊等於利 就是題目不對 或者弊利是沒有得比較的 反方可以做很多事情 政方只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利多於弊 政方沒有東西可以做 只有利多於弊 但是利多於弊 可以有兩個重點 是利多或者弊多 而今天政方講的就是利多 而坦白講 利是很難講的 尤其是政方今天對自己的題目 我會建議你 就是要講對方的錯處 比講對方的好處會多些 所以我見到 唐文很希望他們可以想清楚 究竟在定型方面 在層次方面 還有在策略方面要做一些事 最後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辯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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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論完之後 辯論不是就這樣完 辯論的緣分是很強的 今天我們見到很多人在這裡 我挺感動的 香港大學前辯論隊隊長 陳展成 一隻狗夾那個 他今天不是做Carrie Talk的 聽聽嗎 Kelvin 我們的Kelvin Yip Raymond Yu 香港大學辯論隊的同學 你們有些老鬼 Cannon Tam 全部回來幫你們 我最有所知有很多很多老鬼回來 我希望還有中學同學 不要叫人家中學生 知不知道 就不尊職不尊敬的 就好像叫人家小學雞那樣 中學同學 中學生 大人一兩年叫人中學生 各位中學的同學 中學的同學 中學的同學仔 中學的朋友 真的 你看到你們的大師兄 或者他們的大大師兄 怎樣回來幫他們 辯論我覺得 你問我可以學到通識 學到很多東西 坦白說 我覺得你學不到很多東西 但是整班同學 為了一個夢 一起去玩 你看到他們的大師兄 怎樣回來支持他們 辯論是有緣的 我希望同學們 完了之後 記得很多年之後 還記得一起的時候 的努力 的開心 你可能忘記了那個杯 忘記了那個辯題 希望你不會忘記評判 你忘記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忘記了說友誼 這種友誼 親情 愛情 然後各方之間的想法 這種辯論的緣分 我相信才是最值得珍惜 我希望各位中學的同學仔 朋友可以多謝珍惜 多謝各位 多謝何惠詩博士 接下來有請香港少基創意書院校監 黃英奇泰明紳士 謝謝 大家好 我不是很多時候去做這些評判 尤其是辯論的評判 但是今天兩隊的表現 我都覺得是非常好 特別是政方 我覺得在現在香港政府這麼弱勢的時候 你還要去支持 其實都難給你們的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其實整件事 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 大家真的好像未能夠 將行政主導這件事 是否捉住到那個核心 來去做一個辯論 就好像你們說你們那一套 你們說你們那一套 對我來說 行政主導是一個很殖民地的詞匯 而這個詞匯應該在16年前已經是不用的了 如果我們有普選的話 而行政主導就是當年 因為有精英 有精英主導 於是由一些精英去制定政策 然後效率快 就由上以下壓下來 如果真的政府是能夠是有視野 又或者是比較benevolent 就是好像一個嚴軍 那大家就會有些好一點的政策 譬如有人quote了是延租屋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這個行政主導 是否變成了一個行政霸權呢 另外我覺得這樣一件很奇怪的 就是在自由辯論的時候 行政主導和普選是否完全無關呢 很奇怪 怎麼會呢 如果我們是有普選 我們會有政黨 我們會有政黨法 特首可以是由一個政黨推出來 如果是有那一天的時候 內閣局長等等 都是可能是一個聯盟 或者是幾個政黨組成 那時候整個政策制定的過程 就不是好像今天大家說到 議員對立那樣 是行政主導或者立法主導 而是有一種新的方法 是整個社會的持份者 希望有機會去參與制定 不是說三分鐘講話的一種諮詢 而是真真正正去由公眾參與開始 去制定的政策 那這個是我覺得一個 希望大家去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以再想多一點點的想像 又是中學、同學 因為政策制定者本身 再不可能是那七百多個AO的政認 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去做 那行政主導這四個字丟掉了 所以剛才Dr.Ho說得很對 大家是沒有給到一些不同的看法 大家可能太過轉流角尖了 但我覺得辯論是講求一個團隊 亦都是講求大家好像去為了一件事去走在一起 我反而很希望大家過了這十日 其實如何繼續發聲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作為你們在座所有都是年輕的朋友 不要只看一個辯論是輸贏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怎樣去再了解多些政治的問題 深入一點去理解時事的問題 千萬不要只看東西 都會在面上看政反兩方 然後各打五十大板 這個是真的不行的 我希望對政治有興趣的朋友 是真正能夠繼續去深入研究一些 因為如果我們是真的有一天 是有政黨有好的政黨有政黨 有政黨法也都會去有資源 因為有政黨法應該是有資源去支持這些政黨的發展 可能會有智庫到時政黨是真的可以去做很深入的政策研究 而不是說政府做啦 政府有很多人嘛 政府有專才嘛 不是到這個局面的了 其實是由你們去決定 將來整個行政立法的架構應該是點了去改變 所以今天的辯論其實是未完的 誰贏誰輸都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是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是怎樣 你們是怎樣去參與 多謝 多謝黃英琴太平紳士 現在有請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女士 今天我覺得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很少去到一些辯論 那個評判被人抽了這麼多水 我想說給所有的同學聽 點我的名字就沒有分家的 不過都不會扣分的 首先就很多謝很多謝今天大家邀請我 很多位同學的很精彩的演出 我特別是想恭喜他們的那些爸爸媽媽有來的那些 我相信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兒女 我相信你其實也很緊張 比他們的辯論更緊張 那時候 事實上我以前出席一些辯論的評判 未試過好像今天這樣 除了被人抽水之外 就是我老公很喜歡說 看電視可以攪拌的 或者看電視可以攪拌的 或者看電視可以攪拌的 所以這也是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經驗 所以真的很多謝大家 那說回今天的電題 我和Ada和剛才何教授在商量的時候 我亦都有一個同感 就是覺得不知為何 兩邊的辯論好像不是怎樣 如果我用英文就不太engaged 就是兩邊好像角說在角話 就好像一邊說行政主導有好東西 一邊就說應該是立法主導 但不是 明明的題目是行政主導的利和幣 一個可能說利多 一個可能說幣多 一個可能說差不多 但就不是 你看到好像說行政主導和立法主導的分別 還有就是究竟行政主導是什麼呢 譬如一開始 政方就定義了 行政主導的意思是根據基本法 這個六十二條七十四條 或者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八條 總之你有這個程序上 這個行政是可以遞一個法案 或者遞一個建議上來給你的 這就是行政主導 不是每樣東西都要遞的 對方反方那邊的回應 總之你每樣東西都要給我立法會問過 但如果每樣都是立法會都問過 是不是就不是行政主導呢 究竟什麼叫行政主導 還有在反方那裡說現在的問題還是另外 我的感覺好像一邊都在說理論 一邊都在說實踐 即是理論那邊就說行政主導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精英 各樣東西 你的立法會的派別又不同 另外又沒有這麼多資源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好東西來的 但反方那裡說實踐 事實上你看看 民望多低 所以這東西是行不通的 但是你變得好像覺得有點不太賣牙的情況 還有我想說清楚 其實基本法是沒有行政主導那四個字的 究竟基本法那裡說的是什麼呢 當然如果你要中央解釋基本法的權 他就說不是三權分立 雖然我聽到同學好像說到現在是有三權分立的 事實上如果你看回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的時候 用那八個字就是行政立法 就是什麼呢 就是相互制衡和相互的配合 所以究竟現在的制度是什麼制度呢 是不是講現在的制度呢 還是不是講現在的制度呢 事實上我聽了那個辯論之後 我不是很清楚 究竟同學那個重心是說什麼 如果我自己的理解 我就會覺得今天的辯題 應該是說今天現在的情況 就是說如果你當現在是行政主導來講 你得到結果就是行政霸道 因為事實上你的政制是畸形的 就算你說立法會主導 立法會也不是普選產生 立法會也有很多零票的議員 所以你為什麼立法會主導呢 就行不通的 所以你現在的三不像 現在的畸形的政治制度之下 你行政主導呢 最好最好的例子 就莫過於剛才何教授說的 就是電視法牌 變成一個男子的因素 然後他告訴你我好像陪審團 可以裡面關門 什麼都不用解釋給你聽 這個是最好的行政主導的例子 就是告訴你 其實現在是走的行政霸道 所以絕對是跟現在的制度 和沒有普選的情況是有關的 很難是脫離這件事 所以我同意Ada說 現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如果你要支持政府 或者說支持這個制度 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當然了 所以我也給了很多同情分 廣大的 因為現在有這麼難打的題目 事實上就是 今天要說現在的情況 就是我覺得是最簡單的 可以辯論或者討論今天的題目 我跟Ada一樣 就是想跟大家說 就是今天的辯論 其實是不多不少 是令到在座很多位年青人 可以看到現在的制度不足的地方 如果將來真的可以六十補選 將來真的可以推行一個政黨政治的話 這個對香港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是很怕政黨 亦都很怕政治 但是事實上 最近電視化牌這件事 是令到很多平時不關心的政治的人 都明白 事實上政治是無孔不入的 政治是影響你每一個生活的 對我來說政治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怎樣分配公共資源 怎樣決定公共的政策 你的權擺在哪個人的手上 他就是在決定你的命 錢擺在大專 擺在小班教學 講起小班教學 其實就是2007年 特首選舉 曾蔭權和梁家傑選舉的時候 曾蔭權承諾了 會落實小班教學 所以從2008年開始 由小學一年級開始 第二年 二年級三年級 一直上去 就是有小班教學 也有12年的免費教學 當然未落實15年 這也是立法會有要求的 所以其實在資料上 例如西九 今天的見論都有點出入 不過今天不是講那些細節 而是講一個大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香港 想落實一國兩制 你唯一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行政黨政治 才有團隊出來 有各方面 政策方面的研究 也都要有些資源 可以放進政黨做政策的研究 這個才是真正可以和問責 政策可以來自市民 還有大家都有個參與 如果不是 如果你不想在香港 推行政黨政治 你是唯一香港會有一個政黨 就是共產黨支持的那些政黨 如果不是 就不會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希望年輕的朋友 關心香港發展的朋友 真的希望落實一國兩制 講人治 講高度自治的朋友 多些留意 特別是正正系的同學 今天真是很多謝大家 亦都真是多謝同志 還有多謝他的家人 多謝 多謝余苑美女士 請余苑美女士留步 我們都為這麼多評判 準備了一些紀念品 請司徒正同學 上台為我們頒發這些紀念品 要請雅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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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下一張 一 二 有請黃英奇太平紳士 來這裡 換鏡頭 準備 一 二 三 來這裡 換鏡頭 一 二 三 請何偉智博士 來這裡 準備 換鏡頭 一 二 三 來這裡 一張 一 二 三 請何偉智博士 我們都為雙方辯論隊 準備了一些紀念品 請何偉智博士 為我們頒發電影品 首先有請正正系的譯論隊 來 準備 換鏡頭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可以笑再彈爛一點 來 準備 一 二 三 請何偉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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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何偉智博士 也很多謝三位評判 在白王之中秋空出席 今天的辯論比賽 接下來我們會先頒發 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現在有請黃英奇太平紳士 為我們頒發這個獎項 第38屆兩大政治科學辯論比賽 最佳辯論員是 反方的結辯 陳俊朗同學 張俊朗同學 最緊張的一刻又來想了 我們先宣布一下 我們先宣布一下 今天的得分 正方香港大學 粵語辯論隊的得分是 1351分 接著來反方 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得分是 1356分 今天的比賽結果為 一票對兩票 換言之 今天的姓方為反方 現在有請余若薇女士上台 把我們頒發冠軍的獎項 有請今天的冠軍 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上台領獎 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上台領獎 探iniz 管審員 我們站在前面 我們站在前面 來 看鏡頭 準備 1 2 3 來一張 電牌可以低一點 來 看鏡頭 準備 1 2 3 來一張 1 2 3 我們準備了一次 不知道大家今晚享不享受這個比賽呢 今晚兩大政治科學面論比賽已經圓滿結束了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裏面都可以多些主動關注事事 可以就政治作多角度的思考實踐思辨證